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蛮不错的 还好 我不反对 可以啊 就这样吗 我有一点不反对 好 轻松时间一过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可怕的状况 我问我 你们大概不了解状况 我们这个可能蛮吓人的 可是这个大哥应该是拍那么多电影 应该碰到的也蛮多的 呃 真正碰到的没有 先请两位 请观众们来看看今天的灵异照片 嗯 这是个小朋友给奶奶祝寿的时候拍的照片 对 这张照片是由内胡廖小姐所提供的 拍摄时间约在民国七十四年左右 根据亮小姐的说明 这是照片中的这位小弟弟 与祖母座寿请客室所拍摄下来的 照片洗出后 却多出了一个疑似菩萨的影响 大哥 你觉得这个有什么一个状况 我这我不会分析 不过我也看到有时候有朋友 也是有很多相片 旁边都有奇奇怪怪的 对对 像前一阵子 像也有一个什么计程车 什么之类的 后面又有一个什么什么 也是这种影响的 像有光 不过我不懂 无从解释 对对对 要不要下下 下下 周还不要下 那个会不会那个底片 曝光 对 听听专家怎么说 好 这张照片的走边 挂着松伯长青寿比南山的两幅对联 由此可判断 这是一个祝寿的会场 照片的右边出现一个好像是观音菩萨绿色的影像 从灵犀的角度去分析 所以这个影像是福德新君身边的善才童子来给这位寿星赐福 这是一个四福颜色的吉兆 这位寿星是非常有福气的 我想他拍摄的年代非常的久悦 那么我们晓得在早期的时候 照相器的镜头毕竟设计没有我们现在如此的先进 那么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光学上的缺点 那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的是 从照片的边缘一直到这个角落 它有一些所谓漏光或者说我们讲光渗透的现象 那么因此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样的一个观察 我个人认为 这个影像应该是我们常常所提到的一些物体 在摄影的范围以外一些物体的反光所造成的 我比较想要去相信这个摄影专家说的 旁边的物体也会投影进来 比较冲淡这种可怕的气氛 其实人间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巧合 偶尔碰一下也不错 不过我相信这个怎么说都是一个喜气的场合 对 也不会有什么真的是不好的事情 而且是个佛像 不要担心 好 我们两位我看了一下从中海妹先说 曾经有一个经验 我是拍戏的时候在香港 那个地方在戏贡的龙虾湾 我拍了三点 我就收工了 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 他说要坐我的车子出去 因为蛮远的地方 然后因为我出去的时候我自己开车 我出去的时候是单行道嘛 然后我看见对头有一部车子进来 我出去他进来 他违规了 这奇怪 香港来收场单行道的人不多 对 而且那个地方是很偏僻的地方 然后我就停车了停在一旁 然后他的车子就过来 过来的时候他慢慢洗 慢慢开过来 然后我就看见车上有很多人 全部人都没有转过头来看我 只是有一个女生 坐在后面的女生 他开过来的时候他就看出来看我 然后眼睛都是一条线的 然后他的脸的四方形 然后他的嘴巴就慢慢笑 对着我笑 然后就从这边笑到这边 很大的嘴巴 真的很大 很红了 我吓一跳 我就 我就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我就看看旁边的 那个工作人员 我看看他 我看到他的脸都变白了 然后我就很害怕 我就开车 然后他进去了 我就开车走 走得很快 跑到公路的时候 感觉比较安全了 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看见 他说看见 看见 两个人同时看见 他们这么怪的样子 然后第二天 我问其他的工作人员 我走了以后 有没有人进来 他们说没有 我没有车子进去 没有 真的没有听过这样的脸型 有啦 四方的脸型 好奇怪 但嘴巴真的很大 不可能 我给我办法解决你这个问题 真的 我明天找那个许莎顺 来让你认识 以后就不会怕 他是正方形 而且顺子的嘴巴也没这么大 而且想起真的有点可怕 对啊 而且很红的口 很红的口红 眼睛都没有 只是一条线 那假如其他人都回头来不小心 本来是什么样子 不要了 不要了 看一个够了 希望这个影像 您赶快把它忘记 不会忘记 真的很害怕 很幸福 洪大哥有这一类的 不过 像他这一类的比较少 是 是恐怖的 下的时间长是有 有 可是不知道是什么 我一次在这个印尼拍戏 然后去一个 去巴厘岛拍戏 那么巴厘岛的那个酒店 都是一个很长的沙滩 它就圆了这个沙滩 酒店 酒店 不同的酒店一直盖下去 那我们白天到 到了以后呢 那工作人员就玩了干什么 那其中有两个印尼人就说 看见 从最远的一个地方 看见一个女孩子很漂亮 完了他们就过去想追这个女孩子 那我不知道 完了一会儿他们就回来 他们很快就 就跑过来 脸你 红红绿绿啊 听着干什么 他说 刚才在沙滩看见一眼 九尺多高 头有那么大 那我就奇怪了 九尺多高 头有那么大 对对对 就在对面那个海啊 什么有怪人啊 巨人啊什么 讲了半天 那我就听了 那也没什么事 我也没看见嘛 对对 那到晚上 那吃完晚饭 十点钟了 我跟一个师弟 叫袁彬 我师弟两个人 躺在这个沙滩的那个 一个藤椅啊 常直直地可以睡那 那我们两个就躺在那聊天 聊聊聊聊 我就看到 因为沙滩都没有灯嘛 那种 就看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有一个人是手 是这么翘的 脚是这么翘的 打横地躺在那个海边 那么海浪一打过来 那人就 打来 打过来 他就 我说越开越害怕 马上想起来 那个人九尺头那么大 马上想起来 那个人就告诉我 那我就跟我师弟这样 我说一二三 那么起来就跑 他干什么 你不要讲什么 反正起来就跑 跑回去了 然后我就说 一二三两声 就跑过去 跑过去师弟 什么事情 我就告诉他 刚才我发现一个 见到一个这么这么的体悟 怎么这么这么 那么他也听见 是早上九尺头那么大 他也听见了 那怎么办呢 我说现在太黑了 等天要快亮的时候 咱们出去看 我们一直在房间等了 害怕 到天好 刚五点来钟 天亮了 天蒙蒙亮 我们两个出去看 他还在 还在 那是一个大树头 那树脚跟他 是假的 那个海浪一打过来 所以他动了 海浪不打过来 他不动 你知道 所以自己吓自己 可是那段时间比他长 其实他们白天看的就是他吗 我不知道他是 我想不是吧 可是不对啊 站起来了 跟他对头走的嘛 什么九尺头那么大 我从来没见过 什么九尺头那么大的人 以前是个大树头 是个树头 刚刚那个树头 那个疼 一个是这样的 一个是这样的 刚刚我看起来远看 黑不垃圾的 你就看见有人 所以海浪打过来 他就动啊 海浪不打过来 他不动 尤其这个晚上的时候 要看清楚 不要被树叶也给吓到 嗯 除非真的很怕 要不然这是看清楚 比较好 不要自己担心受怕的 一个晚上 是不是因为都是导演 跟演员的关系 造型都蛮特别的 不是 有 有 因为有很多人 都听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他无意中 突然间有个影子 他会 眼睛的感觉 很快就会联想到 联想到那样事情 所以很多都是会吓自己 洪大哥其实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很有可听性的故事 大 待会再告诉我们一些 大法医 我一个是真的到现在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答案的 没有答案 我先倒杯茶给你喝一喝 大法医 请喝水 您看到水 茶不行 喝杯酒喝差不多 大法医 稍等一会儿 就是听更多的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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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